電方持續 北京停燈光秀 求助俄羅斯增加供電 潘多拉文件 爆梁振英、董建華、涉離案公司 23條立法要死灰復燕 譚耀宗說明年上半年完成 中企拒絕美審計條節無果 被踢出美股市進入倒計時 傅政華落馬 北京警察爆 內部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本日是10月5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中國各地陷入供電危機 北京亦倡議暫停全市燈光秀 入夜後縮減照明 同時中共求助俄羅斯電力公司 增大向黑龍江輸出電力 網傳北京市部分地區將執行停電計劃 引起民眾擔憂 北京國網電力公司緊急澄清 只是常規性的計劃檢修 不影響供電 今年10日 除了上海、廣州、深圳暫停煙火秀 北京亦倡議 全市暫停燈光秀 縮減夜間景觀照明時間 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統一電力進出口公司 應中國要求 10月起將對舒華電力增加一倍 據了解該公司的三條俄中輸電線路 每年能輸送70億千瓦時的電力 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陳恢德表示 即使供電翻倍 對中國龐大的用電量來說 也只是杯水車身 俄羅斯有沒有這麼大的供電能力 是不是可以超過70多億 這個和俄羅斯本身國家的經濟總量 也就是廣東省 一個省的經濟總量這樣大 所以俄羅斯的供電能力再強 對中國的蘇聯在東北地區的話 還有所減緩 也不可能解決中國全國的問題 潘多賴莫俠打開了 跳出來的不是魔鬼 是權貴和庫庸 避遂藏庫的秘密 10月3日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公布了名為潘多拉文件 Pandora Papers的調查報告 這份最新的潘多拉文件 披露了35位現任及前任國家元首 300多位公眾人物 以及130個億萬富翁 境外引力資產逃稅的秘密 ICIJ由世界各地記者組成 今年出路的潘多拉文件 規模進一步擴大 聯同全球與600名記者合作 成為歷年來最大規模傳媒合作調查 立場新聞說 立場新聞自身參與了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潘多拉文件的調查工作 文件顯示香港前任特首董建華梁振英 中國企業華為都是調查對象 梁振英在出任香港特首期間 申報持有大德良行DTZ附屬公司的股權 但多次拒絕交代該公司名稱及業務 報道指 潘多拉文件首次證實梁振英在任內 透過兩間離岸公司 迂回持有一間大德良行日本業務公司的三成股權 該三成股權在2015年10月以20萬英鎊出售 當時梁振英在任特首 而廉政公署正調查他與澳洲賞市公司UGL 簽訂協議收取400萬英鎊一事 翻查行政會議利益申報 梁振英從未申報持有該公司股權 亦沒有申報在任特首期間出售股權 公眾無從得知他賣股獲益 報道還說一間代表梁振英的香港律師樓 在2001年至2017年期間 與離岸公司註冊代理人恆太信託之間的溝通電郵 註冊文件以及相關離岸公司的董事及股東紀錄 梁振英10月4日在Facebook發聲明回應說 申報制度的要求是申報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權 下面的各級子公司的股權持有及股權變動不必申報 他又說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動作出額外安排 將所有股權放入由專業人士管理的信託 本人不行使作為包括日本公司股東的決策權 梁振英聲稱《立場新聞》的報道有誤導成份 並已交給律師處理 他又說《報道是炒作我出任行政長官時的申報情況》 此外《立場新聞》報道還指前特首董建華及其家族成員 涉及至少72間離岸公司 董建華本人援有其中7間離岸公司 而其中一間而用作開設匯豐銀行帳戶 處理估計價值100萬美元的流動資產 潘多拉文件還顯示 董建華的幼子董立新 也通過一間離岸公司而開納中國銀行帳戶 董建華在任特首期間2003年強推23條立法 該立法將推翻中共政府、叛國、竊取中共機密等行為 認識化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本地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這步將香港大陸化的立法引爆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抵制 最終被迫撤銷立法 時隔近20年後 23條立法可能死灰復燃 10月3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委員譚耀宗 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在明年上半年有望完成23條的立法 譚耀宗說港版國安法已經實施 所以有為23條立法的基礎 本屆立法會會期到10月30日結束 沒有足夠時間完成相關工作 但新一屆在明年上半年有幾個月時間 因此希望明年上半年能夠完成工作 對於有意見認為 近一年多 當局就國家安全 越修越緊 譚耀宗聲稱就是影響一小撮人 他說 所謂的越修越緊 你看是修什麼 我們現在說的是 怎樣能夠防止不讓外國勢力 利用香港作為顛覆國家 破壞國家安全 影響國家發展主權 這些與普洛市民沒有直接關係 23條說了20多年 明年已經是主權移交25周年都未完成 不完成出現問題 怎樣說得過去 外界普遍批評 港版國安法是中共在香港實施 白色恐怖的開始 而對於23條的立法 外界評擊 只會令香港的政治事態更加惡化 迫使外資加速撤離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 因為長期不接受美國的審計制度 被踢出美國證券交易所的結局 將進入到計時 《華爾街日報》12日報道說 將被踢出美國股市的中國公司 涉及二百多間 這些公司的總市值 約二萬億美元 2020年12月 時任總統特朗普 簽署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 決定將連續三年 不遵守美國審計標準的外國公司 從美國交易所除名 在外國公司問責法案通過之前 美中監管機構 為怎樣解決開戰這類審計檢查的問題 曾經進行了近十年的失敗嘗試 有美國官員指出 中方以國家安全為藉口 作為不公開公司帳簿的詭計 《華爾街日報》說 美國證券交易所正在制定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怎樣實施的細節 正在最終確定其相關規則 證券交易所主席詹斯勒表示 今年開始倒計時 近日中共政法系統重量級高官 接連接受調查 其中原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 被宣佈調查後 中共基層警察及監獄系統內部紛紛幸災落和 資深傳媒人高瑜 在推特上轉貼北京警界大號水務偵探社 以及監獄系統大號高牆四角的天空 有關傅政華落馬的評論截圖 留言顯示基層警察監獄警察幾乎一面 傅政華被查之後打電話給他們問情況 所有公安朋友都對自己說 其他的事你要低調 傅政華這個家夥你一定要罵 沒有人說你壞話 這個令徐曉東很驚訝 叫傅政華 這個呢我知道原來北京傻官局局長沒人敢惹 現在一出事好家伙 我所說的我沒有說老百姓對他怎麼著 我所問的全是公安的同志們 朋友們對他是咬牙切直恨之入骨 說了這是原話啊 小東我告訴你 我們貪官見多了 就沒見過這樣的貪官 沒見過這樣上下里外都招人恨的太官 我說不僅是你 我問了好幾個我們公安的朋友 大家都歡天喜地 說了這種人必須要抓 必須要打 這種老虎一定要一棍的打死 就是他們跟我說話都是咬牙切直 你們知道嗎 傅政華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和司法部長期間 大陸人權迫害情況嚴重 曹順利案和709律師案引發世界關注 他還發動多項全國性迫害法輪功的行動 包括打壓控告江澤民的法輪功學員等 遭到傅政華大抓捕的709維權律師 謝燕奕、江天勇以及北京律師王財亮 劉曉元等人日前在社交媒體上紛紛發表評論 謝燕奕在推特上表示 冥冥之中發網灰灰疏而不漏 無論什麼因素行不宜者則空 行政度者則吉 中國社科院教授于建榮在微博寫著 幾個壞人被查不可能改變什麼 但是這個家伙落馬 我還特別高興 如此惡徒今天有了報應 好事好事好事 對傅政華突然落馬 官方沒有通報其落馬原因 相關內情引發各種猜測紛云 10月4日熟知中共官場內幕 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學家袁洪冰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透露 王小洪原來只是福建地方的一個小警官 在傅政華和孫力軍看來 都是處於好邊緣地帶的人 但是習近平將王小洪當作他的親信 要將整個中國的警察的控制權 交到王小洪的手上 所以傅政華和孫力軍 升任公安部長的願望就落空了 於是和王小洪之間 就產生了極其激烈的權力鬥爭 袁洪冰說 在這個過程中 傅政華也說了很多攻擊習近平的話 袁洪冰還說到 近期為何整個公安系統 遭到大規模整肅的內情 他說 王小洪發現公安系統內部 多次發生對習近平進行禁殺的事件 注意到中共黨內 現在想要清除習的人太多了 袁洪冰說 這些人在政法系統中 並不是很高層的人 很多就是某一些地方的 例如湖北、湖南 還有重慶的一些地方公安局局長 因為他們所屬的派系受到整肅 他們也對習近平產生很大仇恨 袁洪冰說 習近平現在之所以還能生存 是因為中共掌握了極其高端的科技防護手段 防護措施 令到行設的方案都沒有辦法實行 他說兩年前 習近平決定要全面整肅公安系統 就是因為發生了多宗想要刺殺他的事件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二月 明天見